大家好,我是艾克札德 最近發現了個很驚艷的洛克人遊戲 是洛克人X8的16bit版 它是同人遊戲,但是完成度非常高 下載點與下載說明在留言區置點留言裡面 雖然我是個洛克人迷 但幾乎不玩相關的同人遊戲 因為總感覺完成度很低迫不對位 但這一次讓我破例了 除了完成度很高以外 以超任風格重新感受8代 讓我覺得很新鮮 一開啟遊戲,畫面就讓我覺得很舒服 看得出來有用心 而且艾克斯的各種緩衝小動作也很棒 不過缺點是攻擊是O或P或滑鼠劍 衝刺微Shift,空白是跳 也不能變更,建議用搖桿玩 只用鍵盤玩可能會很不舒服 它還有Debug模式 可以直接設定要用哪一種鎧甲 設計很還原但稍有不同 大招還沒做出來 像伊卡洛斯鎧甲的頭部 是跳躍時可產生防護罩 可直接撞爆小敵人 身體時受擊不後退 紅鞋也不會消失 不過目前沒有換人系統可以驗證紅鞋復原的設計 手部強化小子彈 可以產生巨大雷射 而且可自由行動 腳部位可以連跳兩次 或空中衝刺多一次 赫米斯鎧甲則是頭部可讓集氣速度加倍 身體是防禦兩倍 手部是三項攻擊 腳部位無敵衝刺 更下面的按鈕是補滿血 無限血 解鎖攝影機 死亡 改變FPS與視窗大小 直接頭目站 機車測試 雪關測試和競速模式 有些雜魚的動作也很細緻 像飛彈發射器的待機 發現敵人 蹲下 發射和掉頭都很到位 破防的設計也有還原 像是對鏟子機器人和小矮兵 都要利用集氣彈破防在攻擊才能擊倒 小矮兵被破防的動作也相當細緻 還有背景的雅科布電梯真的是讓人看了就很想玩 打開開關開啟壓縮機 以及開門拿道具的表現也不含糊 當前版本沒有頭目中途登場 看收集金屬的設計 不知未來會不會追加 螃蟹頭目模式很簡單 右手會打開然後打牆壁 左手是飛拳 收回的方向會隨玩家所在而已 然後腳步不時發出子彈 他不會掉頭 躲到後面去只是自找麻煩 所以正面打就好 打法是貼近左上牆壁打頭 右手打開使用集氣攻擊破防 左手飛出時則自由落體 子彈看時機閃即可 如果是用伊卡羅斯手凱最大集氣打 還能在破防後追加傷害 不用自己再不攻擊 機車測試很有趣 他不是強制前進 可以自由控制 吸成時不扣血 允許中途按上加跳躍間跳離 但也有自己的生命 扣血時會閃 不跳離的話會被炸傷 他還有加上不耐撞的設計 避免衝刺撞到牆會扣血 跳起來衝刺撞到牆會進入爆炸倒數 第一個閘門前還有放置俗稱愛心的生命提升 各位可以嘗試開機車去拿拿看 雪關測試可以看得出來還沒完成 就是騎機車的測試關 頭目閘門左上角還有一堆愛心和膠囊可以進行測試 這關沒有接關點被雪男打死只能整個重來 雪男攻擊模式有六種 分別是丟冰針、大跳躍、墮地、仙桌、衝刺生龍拳、冰晶 丟冰針動作很快而且可能連用兩次 但冰針打一下就可以破壞 還算好對付 大跳躍和墮地都會產生衝擊波 仙桌則是產生更大的衝擊波 前兩者用跳就可以躲破 大衝擊波就要踢臂跳開了 衝刺生龍拳會看玩家位置而使出 要在牆上衝跳躲開攻擊 冰晶則是生命半減或使出 沒有鎖血保護 可趁這時打一下 其他模式沒變 就是多了要躲破破壞冰晶的行為 說來這個冰晶畫得很漂亮 有PS時代的水準 整體來講這座真的很不錯 更重要的是有給試玩 不像Crupted掉胃口十多年都沒給試玩版 在發表頁面中 提到亞科布電梯設計將類似一代的塔 不會只是電梯 因此可以推測它是有心要醬汁做完的 可惜也說到艾克賽爾不會登場 只有艾克斯和捷洛可用 但不管如何 能玩到這遊戲已經很滿足 當然能玩到完整版就更棒了